音樂 首先我想非常恭喜 這一次陶美獎的所有的得獎者 因為創作者他在這次的獎項裡面 他應該是雙重的幸福 第一層幸福當然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讓所有的創作者在非常漫長 孤獨地面對自己的創作的時候 有被看見跟肯定的這個機會 那第二個部分還是在創作本身 他就是一個完全自主 而且是一個非常開心的過程 創作本身就是開心的 無關乎他有沒有獲獎 所以很多的創作者在這邊匯集 也可以互相認識 那在這個機會裡面 大家可以因為這樣而聚集 也因為這樣的聚集 而擺脫了所謂的這種 我們平常在過去幾年裡面 因為疫情而造成的這種人 跟人之間的隔離跟區分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是所有創作者很幸福的時刻 這一次呢 桃園美展的評審過程裡 他不只考驗著所有的創作者 因為競爭非常的激烈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其實也考驗著所有的評審 因為評審要面對的這個獎項 其實分類非常的多 那再加上呢 有所謂的特別獎項的一個設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對評審而言 他必須在這麼多種不同的媒材裡面 去挑選 再去做比較 所以其實一方面 他是對創作者的考驗 另外一方面也是對評審的一個考驗 但是我相信這個考驗是有非常正面的意義 因為希望可以呢 讓我們的這個評審制度 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收割 也希望透過獎項更多元頒發 也因應整個創作型態的不同的變化 我們可以在這一次的桃園美展裡面 看到各種主題 各種材料 各種表現形式多元而起義的一個 當代藝術的趨勢跟發展 這個呢我想也會反映在評審制度上面 我們怎麼重新去思考 給予創作者一個更長期有力的一種 鼓舞跟推進 這我想也是桃園美展的一個宗旨 據悦 Hope 不稱iga 此外事 分享 讓人試試試看